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单独录个视频 大致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分字啊 其实我们在形态的书写的时候呢 它其实引用的就是一个草书 或者说是古代的背贴里面那个形书的写法 就是它是 我就先写一下吧 先这样 先写一撇 再写第二撇 再写一个弯钩 再调个口 之后面再写下一个点 它是这种写法 就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它是算是引用了草书的写法 当然你也可以正常写 这是我们 就在现在我们一般写形态的时候 都是可以直接引用草书的写法 就是用到这种写法 就是可以的 或者你是 如果觉得这种写法 一般来讲的学生的话 建议就是正常写就好心了 就这个一撇 再加上一个纳画 再一个横折扣 一个撇 但是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无论是 就是平时书写 那个还是 就是平时注意这个情况 就是这里能撇 还就是注意这个纳画 上面这个八字 八字头 在书写的时候 不要把它写得像一个人字头 这个是无论写凯书 还是写形凯 都是要注意的 不要把它写成这种 写成这种的话就会难看 也不要把它写的并列 就是这个 头这样七平的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好看的 可是要把上面写成八字 这两个字都是一样 都是这个撇比较短 纳画要比较高一点点 要处理成这种结构 这个在形态的写法里面的话 莫为一般来讲的话 不会说像写凯书写的那种 就是不出风啊 一般来讲都会 手笔比较含蓄一点 带一个小 非常小的一个复构 以后拉换的 从它高一点点 拉出来 然后横折够 再撇 这个撇呢 也不用撇太长 不用撇太长 要是整体的一个重心平稳 所以说这是 其实我们正常写就行了 如果你觉得这种比较难写的情况下 那就正常写 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写法 还有这种写法 我再写一遍吧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笔顺可能会有点不太清楚 它是先写一遍 接下来它带一点牵丝 再写第二个笔画 然后再写一个这个 跟着够 在最后面写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在那个骨贴 包括一些兜体啊 那些楷书啊 就是那个欧阳学的那个九层宫里面啊 他们那个写法的话 他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先写一遍 再写真正 如果你们有零过那个骨贴的话 应该能看清楚 他这个分字的话 看起来都会比较奇怪 所以说他就是一种把曹写凯化的那种感觉 所说这个笔顺 按照这种 如果是零过这个九层宫的话 那你再回过头去练这个字的话 就知道 他的笔顺是先写这一片 再写这一片 再去连这个 你看 把这个笔画连起来 他不就是成了一些个分字的这种写法吗 是撇 再一片 再一个够啊 再一个点 其实我们现在写出来这种字的话 怎么去区分他到底稳不稳呢 他是有可以画一些参考线的 就是说这里面起一笔位置 大致的这样画条线下来 包括他起勾的位置 大致在一条线上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绝对啊 只是说可以有这种一个参考的思路啊 这里面一个 这个跟这里面 他是一个像一把伞一样 就是我是画的偏高一点点 如果是按照这里面完全画下来的话 他这个 这个撇的这个倾斜角度 包括最后面这个点呢 他刚好是组成一个平稳的 他就是说 不会说那写的一个在古贴里面的话 就追求了一些变化嘛 但是我们写规范字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写的相对来讲 就是比较 两边是一个比较平衡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就讲一下这个锡子 锡子的话 我们 就是现在来说啊 就用的比较少了 在古代里面 就是很多古文里面 尤其是那个 比较经里面 他就非常多锡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那个米符那一篇写的 他们就是用了很多锡的 他们古代的那些写法 通常都是用到这种 但是我们现在写心凯也是可以保留这种写法的 就是把上面这个原本是一个撇纳舒展的笔画 反过来 竹笔变成这个 把中间这一横给拉长 所以这种写法在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话 也是可以用到的 就是反过来 这个是我们啊 就是常规的这种写法 我们一般日常快写的时候是这么写的 就是跟分字啊 所以说 刚才我写的这个算是凯数的 它的一个树画呢 是在中间偏左一点点啊 这个呢 我们在快写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一撇啊 再一个纳化 再一横啊 就直接拐下来 再一个够 这就是我们日常写西字啊 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写法 当然也可以用到 就刚才提到的 用到这种写法 两个点啊 把这横带过来啊 就写成像一个五字的那种感觉都可以了 就写一个五啊 它这个直接往左下脚带 这种情况都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这个写法 它都是有来源的 不是说自己创造的 还有一些更加特殊的写法 再一个像一些小凯里面啊 小凯字体啊 像那个盲线值的落神父十三行啊 它呢 写的时候 你看 它这个下面就直接变成一个钉子 其实这些都是锡子啊 但是我们 因为学的主要是学习形卡 我也主要是教大家 关于形卡的写法了 所以说 就主要就是要掌握这个形卡 要知道它们两个的区别啊 我们最后面的话 因为有点啰嗦了 我就直接把那个两个字再重新写一遍吧 我再撇 再一个就是分子啊 到时候遇到这类似的话就要知道了 这里面这些线索可以保留啊 写 看到这个东西啊 一般我个人平时去处理这两个字的话就是这样 分子用这种写法 锡子就是正常写法 或者锡子可以用到这种 然后可以用一下这种 这种都可以 分子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 一样可以用到正常写法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要把它写成人啊 也不要把它写成两个平行的这种情况 注意一下它的结构还有中心这些问题 主要就是这个 其实 之前呢 我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些软件 就是说遇到不会写的字呢 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 像我们这些字的话 比如说我们下载的这个墨去书法 墨水的墨 有去的去 它这里面就有一个功能 就直接可以在这里面搜字 我就演示一遍吧 就这里面点一下这个书法字典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 写个锡子吧 搜一下这个锡子 它这里面的话 只要它出现了 它有收录的那些字体 这里面的字 它都会展示到 展示到这里 像这个招门斧在里面 这些字体的话 你看 其它的写法 从现在来看的话 你看 在这里面 它就是用了一个勾的 像这里面就写的像这种 平勾 平勾 有的是稍微 像这种往下带的 这种就稍微勾的比较多一点 这个变化 其实 大致的写法还是一样的 只是说 那个粗细啊 笔画的粗细可能会有点 这里面就收录的非常多的细 这种的话就是草术的写法 像这种招门斧的 这种你看下面写的一个钉子的 这种都有了 这种好像这种 属于小凯的范畴 这种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像这个也非常多 像这个米符的那个离骚经 刚才提到的 就是这里面的话 它是把这两点 上面这个片也就变成两点了 但是它中间这一横也没有拉长 而这种写法的话 就也是挺有特点的 所以这种也是可以 就是在日常 如果是同一篇文章里面遇到太多的话 那也是可以用到这种方式 太多了 一大堆这个信 他都有收录 像这个草堂实质 草堂实质 文正名里面的那个写法 你看它下面的话 就更像一个五字了 它这个 这个弯钩的话 就更加圆转了 就说这些都是可以参照的 因为我们的很多字的话 都是传承古代的这种写法 所说不会的话 就可以去查 包括这样这个有硬笔的写法 现在都已经有收录了 这个就是自己可以去课后查一下了 我就废话不多说了 那这次的就关于一个简短的一个教学 就跟大家谈到这吧 嗯 你